目前全球140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一代一顾合作文本 31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了合作文本 我认为一代一顾已经从中国倡议变成全球的公共产品 32个国家已经认同难道还不是全球的公共产品吗 虽然一些国家抹黑遏制打压 但是我认为青山遮不住毕竟都没有去